我们家孙辈少 以后你就跟明姑一样叫我阿婆 老太太 这 长者刺 不敢辞 快拿着 谢谢老太太 拿着 谢谢老太太 还好意思叫阿婆 多说呀 吃人的嘴短 拿人的手短 不知道你这住我们家的 是什么短呀 这一短 你 苏卫 小满 你们俩跟我来一下 还学会撒谎了 你这次大考的成绩考成这样 还阴阳怪气的说人家小满 你给我跪下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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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息怒 我来 宋明公 成绩 来历人之本 现在就养成蛮横撒谎的恶妻 现在隐瞒悬的成绩 将来 说不定捅住多大的娄子来呢 你今天早饭别吃了 好好站着给我跪着 等时间到了 资格上学去 你呀 早饭不吃了 中午多吃点 夫人 等等我 夫人 你们再看看我这段 我这段写得多好 大消息 大消息 动静有法 神而无疑 你得仪态去哪儿了 不知是谁惹怒的小郡王 他怎么了 他在轿场收了一下五个剑 这脸色特别难看 三娘 不会是他惹怒了小郡王吧 三娘 三娘 快点 你别怕呀 惹事的又不是你 再者说 你是关心他 他是堂堂郡王 我不会是个通畔之女 我 我不敢 你去帮我问一下吧 我 薛姐姐 你可得好好记住这件事 嗯 我知道 可是那个新来的谢小满 得罪了你 走吧 汉淳 我不会让他好过的 叔叔 怎么让他不好过 他爹谢瑜 便是我二伯 是我祖父的数字 当年祖父一死 他爹便提了分家 如今 他爹也算是个文书 不过当年 他爹可是个武座 走 小娘 瞧好了 听说从前是个武座 为了儿子考功名 才转去做了文书 什么 武座的女儿 也能在紫禁玄 武座不就是跟死人 打交道的吗 也不知道他身上 是否有些 不干不净的流行 武座又如何 少见多怪 春雨绕残枝 春雨绕什么残枝啊 真是矫情 下九流啊 就别做事了 是 真是 谢谢 谢谢 小娘子 你还没走呢 我以为你跟着苏家的马车走了呢 我以为你 女女便要自情自艰了 笑话 我告诉你 不管你是谁 咱们俩这梁子 算是决定了 走 来 你是怎么搞的 怎么能犯这么大的错 知道了 知道了 明日绝对不会再出如此的纰漏 烦请大人再给小的一次机会 算了 没有想法了啊 大人慢走 慢走 来 毛 毛 毛羊 爹 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明姑呢 我和明姑走散了 想着逛一逛 这怎么还走散 你这 眼睛怎么了 没出什么事吧 刚才 眼里尽了灰 揉了一下 你没事就好啊 没吃饭了吧 爹今天发疯了 想吃什么 跟爹说 想吃薄园 走 爹 您吃饭 我吃 你娘说了 爹这肚子啊 越来越大 就没法再吃肉了 你快吃 快吃啊 快吃 吃 吃 快吃 吃 快吃 多吃点啊 吃 爹 我能问您个问题吗 问 林园来当舞座 是因为喜欢这行吗 这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 眼下这世道啊 只要能养活你们年儿仨 爹 就喜欢 那这 王侯五种英雄制 是什么意思啊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便是英雄不问出处 不宜出身贵贱论高低的意思 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学堂里边听到的啊 快吃 吃完了赶紧回去 省得舅舅尽自担心 快吃 是真想走啊 这 这是 谢谢大家